歡迎來到 直到我遇見你的拍攝現場 讓我們家自我介紹一下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溫真凌 嗨 我是思凌 我是李宥廷 發行全新單曲 直到我遇見了你的李宥廷 這回邀請薛士凌與溫真凌 助陣出演MV 拍攝現場 他也化身主持擔當 訪問其兩位演員 我記憶很差 所以我給我看一下 沒關係 說說看對這首歌 聽到的第一個感覺 然後跟想像 有跟劇本近似嗎 什麼樣的性別 你好像都能夠直接帶入 就是你對於這首歌的想像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浪漫的 我第一次聽到說我歌 很喜歡耶 但是我沒有特別的 想像什麼畫面 比較是 因為怎麼說 音樂的grooving很好這樣講 所以基本上 我先退開好了 就是我沒有辦法參與 不是不是 李明明就知道 李明明就跟你講過了 大家 大家可以一起來聊 這就是因為grooving很好 所以就是我基本上那個 我其實就很享受在那個grooving裡面 那你相信一見鍾情嗎 這次我下一個問題 好好好 直接Cue出來 反課為主了 電樂主代跑 好 我自己好像是 沒有什麼 很明顯一見鍾情的經驗 我相信是有 但是就是沒有遇過 但是我就的確是 他還沒有遇見 一看到之後就覺得 哇 超正 怎麼這麼美 李明明 蛤 什麼 什麼 就在那邊Cue這樣 沒有 不要 好 那你們呢 我其實相信有一見鍾情 甚至相信可能有二見鍾情 就是第一次見面是 因為就是在一個場域 然後很多人 所以可能沒有見到 就是真的跟這個對方相處到 所以真正其實是二見鍾情 都三見鍾情 第二眼神 所以我是相信有一見 二見 三見 四見 真的有這樣的經驗過嗎 有 喔 回去查 什麼 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沒有遇到過 可是我相信有這件事情 就跟例如說 我相信有外星人 雖然說我沒遇到過 喔 這個譬喻好棒喔 我也相信 對 但是我們沒遇到過 對 我相信 魚就這麼大 他想要跟外星人一見鍾情 這個太難了 外星人就像一見鍾情 什麼奇怪的結論 喂 喂 喂 這個一見鍾情的對象與程度 真的有點困難 而拍攝當天在現場 互動熱絡的三位 趁著空檔 竟也研究起吹口哨這件事 你就吹 吹什麼 你一直在吹 這樣 我可以吹什麼 你一直在吹 你就早上吹到現在 他的那個 我在吹 他的那個 他叫你吹 他要這樣 太好笑 我真的吹不出來 你聽 天啊 你的Key好低喔 這不是你圓曲的Key嗎 沒有 口哨的感覺 Key 喔 對 我吹不下去耶 你唱的下去就吹的下去 我超高的耶 是嗎 口哨是這樣的東西嗎 會有一點 會差一點點 我剛原本想要這樣 Cory是放什麼的 對 不再給我們一次機會 不好意思 來 我在旁邊吹鬧 那所以我如果 生氣的話 好 生氣 好 五 六 七 OK 三位 真的很認真在吹一波 最後我們也捕捉到四琳 不僅很會吹口哨 就連這項 大家童年回憶裡的玩具 他也吹得嚇嚇叫 這個很值得派一槍 是喔 很堅囊 是說 三比大小 欸 失敗了 你要把他吹 吹了嗎 所以你不要先走水 賣錢 我不會那個 我不會瘋 我不會瘋 你被他口氣 對 因為我剛吹吹得太認真了 完全了 可是農曆區的晚上 還是盡量不要吹口笑好了 報道 我不會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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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瘋